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鹏 我是李林 今天感动的力量来自广东的好人 他们植根于岭南这片热土上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善美的真谛 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十位推荐嘉宾 没错 我们将有请十位推荐嘉宾为我们揭晓这十位感动人物 并且经由他们走进这十个人和事 首先让我们请出第一位推荐嘉宾 他就是晋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怡锦先生 有请 揭晓金版的第一位感动人物好吗 这是一位古兴老人 他穷医四十年心细病人的痛苦 把患者当亲人 他心怀癌症 确将如生 不断地为生命创造奇迹 他说 总感到有个梦想 一种使命 在前面周犯着自己 他就是 徐克成 好 谢谢 让我们一起走进徐克成 感受感动的力量 徐克成 六十一岁创办复大医院 这位民营医院的院长 坚持科技心愿 诚信力愿 博爱伴愿的理念 把诚信和连结 当作医院的生命线 赢得了海内外无数患者的信赖 特别是在年育古稀 身患癌症的情况下 还依然抱病奋战在 抗击癌症的第一线 给患者留下了 医者的博大情怀 这位是来自茂名的女孩 彭系妹 是富大肿瘤医院的志愿者 每天她笑脸盈盈地 为患者提供志愿服务 细心而专业 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此前她是个卵巢癌患者 还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我当时病的时候 在外面流浪 就快死的时候 徐院长去那里医诊 那天他当时发现我之后 他就告诉我 你只要去到广州 我立马就给你治病 那钱的问题不用你解决了 就我们来解决 从湛江回到广州后 徐克成马上派医护人员 驱车一千公里 把彭系妹从湛江接来医院 为她切除重达55公斤的肿瘤和囊液 富大医院垫付医疗费 达18.68万元 还包食素 让她静养身体 感恩的彭系妹康复后 主动提出在医院当志愿者 到医院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真的是 当我是亲人一样的去照顾 不管怎样 我会在这里做义工 因为我得到人家的关怀 我也想给一些温暖 给社会的人 在徐克成心目中 助人为乐是最大的医德 像帮扶救治彭系妹这样的贫困患者 还有很多很多 对治不起病 尚不起学的孩子 徐克成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报道被学院长看到的时候就是 别人也赶到我家乡 然后接到这个主流医院 我现在上升 所以用的是徐爷爷帮我出来 很感谢徐爷爷对我的帮助 无意回报 我只能是好好读书 然后回报社会 徐爷爷给我第二次生命 给我再带父母的感觉 在一般人眼里 民营医院应该将利益放在首位 可在徐克成看来 倾尽全力救治病人才是最重要的 自复大建院以来 共治疗贫困患者268名 医院减免医疗费达458万余元 2006年1月18日 徐克成院长被诊断患有 癌中之王的肝癌 经专家会诊 徐克成接受了肝液切除手术 按常规 这种手术一般需要静心休养三个月以上 然而 徐克成为了救治病人 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他说 我患癌症已经六年了 但我一天也不敢懈怠 能为患者多工作一天 就是我人生的意义 我每年每年都在计划他制作的时间 能给伴助多少人呢 就伴助多少人 我生命就算那一天 我就很开心了 没有抱怨了 没有什么悔恨了 与生命赛跑的徐克成 在他的办公桌上 一面党旗 一面国旗 交相辉映 意义放光 坚持为老百姓服务 为人民服务 和信念 在我脑子里面没有变 好 掌声有请 2012感动广东年度人物 徐克成 你是我们身边的榜样 你是我们眼前的英雄 你轻轻力赴摸着我们的心 向您祝敬 徐毕 徐院长您好 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真看不出来啊 您已经年于古希七十多岁了 过了年就是73岁 过了年73岁了 我想与现场的观众朋友 一起分享您的获奖感言 三个月在北京 我获得了中国最高金的 卫生系统最高奖 白球院奖赞 那是对我五十年来的 心意生涯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今天我非常非常开心 能够给我感动 管制十大人物 这样一个圣语 我感到这是对我人生的 一个最好的总结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想一个人能够 为病人做的事 为人民做的好事 大概是最好 最大的荣耀吧 刚才在视频当中 我们看到了您医治的一个患者 准确地说 是您把他从死神手里 抢了回来 这个人叫彭系妹 他也来到了现场 观众朋友 我们掌声有请彭系妹 系妹你好 好 毫无疑问 许院长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知道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但是今天许院长获奖了 我想此时此刻 给你一个平台 表达一下心中 对许院长的感激之情 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 我想跟许院长说 你是我亲生 比亲生的父亲还要亲 在这里我想祝他老人家 身体健康 穿加幸福 而且我还要尽我自己的一份能力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你已经把这份爱 变成了自己的动力 把爱去愿意 播撒给更多的身边的人 非常感谢 我们也祝您身体健康 我们掌声有请 为许院长颁奖的嘉宾 有请 我们来看看许院长 是否还能记得他们 许院长 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除了医生 去看病人之外 这样一个身份以外 因为我跟他们都是 在同一个战壕里面 共同看见癌症的一个战友 因此我和他们的关系 是兄弟姊妹的关系 我们请三位颁奖嘉宾 也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同时 今天是许院长获奖 你们有什么最想对他说的 首先 我会感谢您 给您的机会 生命 非常感谢您的希望 让我们再次祝福和感谢 并把这份敬意的掌声 送给许院长 我们也祝您 成为一名 与病魔斗争的坚强斗士 谢谢 谢谢